南半球早餐 南半球早餐 你们先睡 啊 又靠在了窗口 天空也倦了 嘴角够出的那时温 过孤单 Hello everyone 我现在已经从奥克到汉米尔顿了 接下来应该会继续在这里感受 南半球的夏天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房间的全景 那个黑色的拉不拉多的他好乖 他在门口等我他就是不进来 因为他主人跟他说过不能进来 然后他整个一个就是在 一个山间的一个民宿 窗外就是 一片玉米地 玉米地在后面就是一片河流 然后这个是可爱的 摇尾巴的狗狗 你好是不是你很乖对不对 真棒 是一个他们的一个厨房 一个kitchen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他里面有一些什么东西 这个是对电子灶台 就新西兰经常用的 这是吐司机 抽屉打开他们备的盘子 然后呢 哦这里还有一些泡茶的咖啡啊 还有各种酱料什么的 他们还给了意大利面 就不怕饿肚子 最后是一些锅具之类的 如果想要煮东西就可以自己煮锅 然后这个就是烤箱 然后还备手套什么的 然后这个什么什么 哦这是一些砧板之类的 冰箱就是这个 是空的 哦诶冰箱有东西诶 他给了两罐安家的牛奶 还有巴点黄油之类的 我刚才自己还去超市买了一些 等下可以放进去 然后呢上面是一些 哦茶具 对喝东西的话就可以自己用 自己的杯子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洗地方的 洗菜用的一个很大的倒台 啊我好喜欢 我就喜欢这种大大的倒台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很小的 living room 它有电视啊沙发啊什么的 从这里看出去 诶就是这个 他已经在门口乖乖等我拍视频了 天哪太乖了 然后通过这一片区域之后 这里是洗衣机的地方 走进里面就是卧房卧室之类的 然后我现在站的地方就是 他当卧室 他这个卧室就是一张床 然后窗外就是刚才跟外面一样的那一片玉米地 然后这里一边呢就是放衣服的一个柜子 然后再往里面走的就是洗手间了 洗手间进去 这边就是一个shower box 然后呢给了一些浴巾 这边就是厕所 然后这边就是 一个小镜子 等会我要准备一下行李的 我刚才已经买了一堆 就是shopping的食材啊什么的 对不对 你还在这里等我 你还在这里等我 你怎么那么乖呢 你怎么那么乖呢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喜欢大海 赛货 喜欢林间和大山的 但是今天住的这个小屋 我觉得还挺有情调的 特别是现在下雨 你们能听到吗 刚才还打雷有闪电 这个房子应该是我在 这次新西兰过夏天住的 最后一个屋子了 住完它我就要回上海半砖 开始看书讲书拍视频的工作 上海的冬天实在是太长了 然后呢又很阴沉 就搞得很阴谋 所以这次就逃到南畔球 来过一个夏天 所以我的2020年 算是在夏天开始的 今年应该会有很多 不一样的东西想要去尝试 想要去挑战 然后有一些也在计划当中 但是暂时不能跟大家 就是透露太多 因为我想就是还是一步一个脚印 把它做完走完之后 再来跟大家分享 就像是这样的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再来一遍 来一遍 我们在这些地方 小火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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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小火 至终可 小火 加砂 有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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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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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